硕州商界之首军胜集团 突遭重大商界狙击 截止目前 集团估值已暴跌20亿 岌岌可危 军胜遭受致命狙击 现在需要一个解决方案 江董 这次狙击摧枯拉朽 事物破竹 对我们而言 怕是必死之举了 我们 无力抵抗 我需要对责 江小姐你好 这二份文件需要您面签 我现在没时间 在这种事上浪费 你先等着 在座各位 都是军胜精锐 出生顶尖商学院 声名显赫 而现在 集团生死存亡之际 你们给我的回答 就只是坐以待毙 现在 正是世界级的情侶挂头 云雀国际 入驻大厦的关键时期 各州的一线集团 都在争取合作机会 而我们军胜 风头最盛 所以遭到了三大集团的 联手打压 这一次 我们怕是再劫难逃 无力回天了 请问 哪位是姜婉宁 姜小姐 你怎么上来的 而且我不是说了 不要在这种事上浪费 所以 你眼中视为大事的 就是应对着低级 粗烈 偷偷百出 犹如过家家一般的商业剧集 堂堂军胜集团的董事长 朔州商界的天之娇女 竟然把这种小麻烦视为大事 你行不行啊 放肆 谁给你胆子敢擅闯金圣顶层 在这儿大放厥词 大放厥词还真谈不上 实事求是罢了 我还有笔鸡蛋要送 时间有限 下面我说的话 好好听好好记 放弃你们军胜 已经推行已久的三号项目 把现有的全部资源转头到忽视已久的七号项目上 你们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进 幸福开河 你知不知道 军胜在三号项目上已经投入了超过十五亿 就凭你一句话 你也想让 关大下全境 你们七号项目所设计的领域是一片空白 而这个 也是云雀国际所感兴趣的方向 于你而言 是最好的选择 至于成功之后 你们军胜会获得怎样的成就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你不过是一个跑腿送外卖的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高谈阔论 你有什么资格去揣测云雀国际的喜好 要知道云雀国际 可是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的金融寡头 起码 七号项目 这是目前情况下 军胜唯一的自救策略了 一旦成功 无论云雀国际是否有兴趣参与 我们军胜 都有可能会 只知死地而后生 更有一步登天 成就一代商业神话的可能啊 江董 我们军胜有救了 行 江董 你这样干 你到底是谁 跑腿送快递的而已 叫下去 你的快递 你好 抱歉抱歉 我上一笔订单耽误点时间 我马上送过来 好 再见 安保部长 赵峰 告诉我 他是怎么上来的 江 江董 那个送快递 我们本来是拦着他的 后来没想到 我们三十多个武装保安 连他衣服都没碰着 眼睁睁看着他突破封锁 那小子就是个怪物 董事长 那个人来路不明 归根到底就是个送快递的 对社会上流和商业规划一概不知 他的话不能信 否则风险真的很 江董 云雀国际发来通知 将为我们的旗号项目注资五十亿 军胜将是大夏境费 第一个获得云雀注资的集团 刚才闯入我们会议室的那位先生 为我们军胜 带来了一场绝无仅有的奇迹 这 这不可能啊 查 从现在开始 优先等级提到最高 今晚之前 我要知道这个男人的所有踪迹 去向 一切资料 是 是 是 来人情之部 你们 十年期满 云雀国际首席执行官楚明 写英文黑卡 请清军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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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吧 金雀 十年了 是的 云雀国际已如约入境 地经沈家也发出号令 七日后将入局朔州 广州许家在天书庄园设清宵宴 为您公开云雀清军 沈家三公子身份 云雀的合作方理 要有清月的目准 属下一令 瘦州云雀总负责安排专人 为您的妻子苏清月小姐 送去百亿订单 作为云雀集团的首要合作对象 既然由此 把消息放回去 您要为苏家造势 昔日 苏老太太曾有恩于我 我答应过她 要护苏家和清月余 这五年 有您的暗中帮助 苏家已经从墨留家族 涌入朔州的上流 但是苏家底蕴前脱 还得不到上流的认可 今晚 苏家会借苏老爷子的寿宴 网腰朔州名领 养朔家之名 那苏家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若没有您的帮助 这场寿宴恐怕也是 门可罗雀 归根结底还是他们无能 但凡有半点可造之处 他们早就成就一方霸业了 好了 你先把订单的消息放出去 然后为我拜一份厚礼 以地精沈家之名 送往苏家 是 送完这最后一笔订单 也该和过去道别了 您好 您好快递 您的快递已经进了 清月 沈迟 清月 东西送到 他 他是谁啊 他是谁 你们 你们在酒店做什么 什么 认识 他 是我的丈夫 沈迟 沈迟是吧 在下淑州许家 许云泽 云雀国际淑州分部 副总 云雀国际 淑州分部 副总 没错 甭藏这么疼 你可能不太理解 云雀国际 乃是我大夏第一氏族 地精沈家的一位传奇人物 一手武器 放眼整个世界 也是首居一指的金融寡头 而我 则是受那位传奇的亲属 特殊淑州的云雀高层 我和秦月 是旧事 我们只是在这里 谈论一些商业问题而已 秦迟 高层 我倒是头一次听说 而且 有什么问题 是非要在这酒店套房里面 才能谈的 沈迟 秦月 以你的身份 孤落寡闻 眼见狭隘 这不是常态吗 就像你以为的 这里不能谈论商业问题 我和秦月谈什么 你听得懂吗 于我面前 眼界狭隘 孤落寡闻的 只能是你 至于商业问题 你怎么确信 我不能理解 够我神痴 收起你恶心想法和谦虚 我跟云泽 在这儿只是谈合作 谈合作 谈合作 但是作为你的丈夫 我是不是有优先知情的权利 你知道了有什么用 这不是洗衣做饭 我们是在谈商业的应对和决策 你帮我上忙 秦月 话不能这么说 毕竟他刚才一路跑走 把我借送到了这儿 你别说了 抱歉 云泽 合作的事 我们下次再谈 我说过 你有什么难处 我是可以帮你解决的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 信你 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要我怎么信你 信你 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要我怎么信你 可是我 我不求你像许云泽那样 成为那位传奇 轻指的云雀高次 我也不奢求你能帮我 我只求你别影响我工作 别添乱 你连这样都做不到吗 他许云泽不过是一面之词 他根本就没有资格 而且我 他是朔州云雀的副总 你呢 你是什么 我是什么 我是什么 索庆月 原来这些年 你是这么看我的 你现在什么样子 我心里清楚 我不想跟你吵了 这件事情 到此为止 对了 今晚是爷爷的寿宴 家里人很重视 我提前跟你说好 不要带着你的自以为 是和情绪参加寿宴 没苏家的理由 丢脸 今晚的寿宴 我本是要给你苏家一夜风光 沈迟 你不要让我对你彻底失望 和死性 行吗 除名 给我备身衣服 给我备身衣服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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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祝您万寿无家 好 秦远 走 慢着 沈迟 爷爷让你做了 慢着 沈迟 爷爷让你做了 你什么意思 我姐准备的寿礼已经送过了 你的呢 子依 你别在这儿 姐 现在可不是替他说话的时候 今天晚上爷爷寿宴 他空着手来 分明是没有把爷爷放在眼里 这种态度也配进门 也配啰嗦 寿礼 我已经安排人去准备了 稍后就会送到 原来是安排的人呀 那你倒是说说 你安排的什么人 难不成 是你那送外卖的同事 我安排的人 你还不配妄议 瞧你这话说的 你沈迟难不成 还能安排什么大人物不成 行了 子依 沈迟 你到门口那坐坐 凭什么 你还有脸问凭什么 要不是你 甜不咫痴了 呆在了苏家 我们家乔月早都嫁入了豪门 像今天这种寿宴 致不定该有多么热闹 可是现在这样 如此朗清 你是不是忘了 五年之前 你们苏家还只是世家末表 如今才堪堪迈入朔州顶层 抵运不够得到认可 现在 你们就想一呼百应 未必有些太自以为是了吧 瞧瞧你说的 我们苏家的崛起 好像与你有什么关系似的 我实话告诉你 我们苏家 之所以用五年的时间 融入到朔州的底层 那是因为 我们家清月天资灼然 尽心竭力 要不是你拖她的后腿 她的成就不可限量 好了妈 别说了 我就想说 今晚我就是让这个废物 知道知道自己 解尽其量 大庭广众 抽抽嚷嚷 成何提供 甚至 今天晚上我不想跟你动 要么 你自己走过去门口那儿做 要么 你可给我滚住烟卫厅 别在这儿丢我苏家的人 云雀国际到 下面有able 可怎么回事 idelity 明天是让你反适的 林确国际许英泽 帅 complete 朔州众兮明明 获苏老爷子大寿 获苏老爷子大寿 好好好 请入座 请入座 承蒙许少大驾光临 今夜苏家 真是旁边盛会啊 苏老爷子客气 我和今夜是旧事 恰好今夜寿臣 此次前来呢 一位贺寿 二位宋宇 苏老爷子 您可知地经沈家 地经沈家 那是大夏第一世祖 如雷观耳啊 据说就是那云雀国际中 高高在上的 首席执行官楚明 都对他奉以为尊 沈家固然辉煌 那也仅限于大夏之内 真正能横压一世的 是那位国际上号称清君 曾位于真容世人的 沈家三公子 云雀国际 就是由他一手扑起的 这世上 竟还有如此人物 是的爷爷 那位云雀清君 是当之无愧的传奇 苏老爷子 徐某有幸 曾与他相识 叫他亲子 成为云雀高层 今日云雀入境 我看在清月的面子上 他向苏家要了一份订单 价值百亿 许绍能得那位传奇看重 那是前途无量啊 如今 又赠百亿订单 这是要给我苏家 一场星生啊 就是 不像某些人 吃我苏家用我苏家的 到头来 爷爷大寿 还空着手 真是恬不知耻 你笑什么笑 我笑你愚昧不轻 笑他 大言不惭 你什么意思 你屡屡以得我亲子为傲 又自称与我相识 得百亿订单 但是自今日之前 我为何从未见过你 如果没理解错的话 你的意思 你就是那位商业传奇 沈家三公子 厉害 厉害 苏老爷子 看来我徐某人 今天多辞一举 原来大名鼎鼎的 沈家三公子 银雀青捐 就在这儿啊 那我看这百亿订单 苏家也不需要 混账东西 那云雀青捐 沈家三公子一带传奇 也是你这个废物 能冒人的 百人 立刻把他 地经沈家到 地经沈氏 正苏家玻璃肿 帝王绿如意一饼 东珠一壶 汤尘一品豪宅一套 麦巴赫 雷德浩特一辆 金条五十根 礼金一千万 如此重力 当真是给我苏家的 地经沈家 赫苏老家主大寿 地经沈家 我的礼 到了 你的礼 没错 这 就是我准备的受礼 晴月 我跟你说过 今天晚上我会给苏家 一夜风光 现在你看见了 苏老爷子 试问这份受礼 可还满意 笑话 这受礼 分明就是地经沈家所做 跟你沈池有什么关系 和我没有关系 没错 若你沈池有送得起这受礼的能耐 又何必在我苏家 整整白吃白喝五年 从始至终 你不过就是一个 以史无成的垃圾 那这些礼呢 自然是沾了许少礼 纵观全场 只有许少一人 跟地经沈家关系密切 并且得云雀清君 沈家三公子的青睐 而你沈池 摆明了是要冒礼功劳 莫不是你为自己姓沈 就能跟沈家攀得上 几层关系 紫怡啊 言之有理 许少 有心了 好一个言之有理 好一个有心了 苏老爷子 你今天晚上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 沈池 你在说什么呢 快给爷爷道歉 明明是他苏崇业 不明事实在先 被 静远 有必要这样吗 你我之间连话都不能好好说了是吗 那你呢 你要闹到什么时候 我闹什么呢 你先是冒人云雀内围传奇沈家三公子 现在又冒了林泽的寿理 在你心里 有没有一点自知之明 我没有自知之明 早早就跟你说了 不要在苏家的寿业上丢人 可你呢 莫无尊被口不遮了 我明明给过你机会了 你为什么要一二再再二三的让我失望透顶 我不会再对你抱有任何期待 我们 离婚吧 这接下来的陪军 不是啊 那位挽救了军生的先生查到 他叫沈时 共职于一家物流公司 是淑州苏家的女婿 但是 苏家对他的态度非常微妙 一直视他为耻辱 非常排斥他 淑州苏家 目不始终 周明 是 取三成军胜集团股份转让协议 合影 取军胜名下逆景天城门卡 再被称 随我以淑州商界之手 军胜集团的最高规格 登门苏家 是 董事长 离婚 离婚 对 离婚 五年了沈时 不论是我 还是苏家 都占到了淑州上流 只有你还是这副样子 一无所长 戳脱无尘 目空一切 又自以为是 从来都只会拖累苏家 给苏家难堪 原来 这五年 在你苏卿月的眼里 我就是这样的 对 没有你 我苏家只会更加辉煌 你错了 苏家之所以能有今日 是因为我应约护了苏家五年 你放屁 我苏家如日风生 用得着你来护 神痴 苏家怎么样 你最不配说 这五年 是苏家养你 给你容身 离开苏家 你什么都不是 淑州上流 不会再有人看到起你 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 看不清楚的事情 是苏家 淑州君胜集团到 既然苏家台外有眼无珠 那淑州君胜 愿以三成股份 与地井天成 恭请沈先生一架 什么 开什么玩笑 君胜三成股份 可是价值数百亿 地井天成 他以为是我们苏州 绝不仅有的顶级豪宅 这 这 江总 您是不是搞错了 您今夜亲至苏家 就是为了这个 上不了台面的 苏老爷子 情谨慎言 若连他都上不了台面 那你们苏家 就真的是百无一事了 江总 若苏家有得罪你的地方 您可直说 何必借他 来打压苏家 我想你应该是误会了 苏家短见博实 昏溃无能 再有十年 也到不了值得军盛 打压的高度 今晚 我只为他而来 江总 话不能这么说 苏家现在是云雀国际的首要合作对象 而且已经得到了沈家的赠礼 已经挤身朔州一流 与你君胜 不遑多让 而他 区区一个坠血 不禁沈家冒犯云雀 带上所有的名流都有目共睹 而你君胜今夜要保他 你怕是玩火上身吗 是吗 那我君胜 求之不得 沈迟 说到底我苏家还是云你有恩 可是今天爷爷大少 你却联合外人 肆意枉为打压我苏家 枉我姐跟你结婚五年 就是这么回报 他刚才不是扬言 说苏家今天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拿他享受吗 凭他 什么时候我们苏家崛起 要靠一个汪汪费了 这 就是你们苏家 遇入上流之后的嘴脸吗 神痴 今晚是你有愧于苏家的 我有愧于苏家 对 看在过往的份上 你冒犯沈家冒犯永雀 我都可以就此结果 只要你带着这些外人 还有你的礼切 离开这里离开苏家 我苏青月还有苏家 不需要你这种 无能狭隘 自私阴暗的男人 这位苏小姐 无能狭隘 自私阴暗 只会拖累苏家 让苏家难堪 这就是你苏青月眼中的我 这就是我护了整整五年的苏家 够了 奢侈 苏家养了你整整五年 你没有任何资格和立场 来指责苏家 好 既然你苏青月 和你们苏家都笃定 你们现在所作用的一切 皆与我无关 希望我离开 希望我收回 那我满足你们 我满足 我满足 楚明啊 三分钟之内 到朔州苏家 废除订单 收回赠礼 取消我赋予苏家的一切权利 这就是我的立场 我希望你们苏家记住今日的所作所为 他日 不要后悔 后悔 后悔 哼 我当初最后悔的是 没有拦住老太太 让你这个吃软饭的进到我们苏家的门 耽误了我们青月 找找五年 五年前 你们苏家至身没留 几乎要跌出世家之力 偌大的家族 只有刚刚毕业的青月 可以勉强为以重任 当时的他 举步为奸 屡屡受挫 是我一直照顾他 陪着他度过的低谷 你啥往脸上贴金 你一个做饭媳妇的 你还为干什么 我们苏家 去你这一个保姆吗 哼 神迟 为了你那点虚伪的自尊心 你还真是挺卖力啊 不过可惜了 今晚是我苏家 把你踢出门 你说的再多 也只是一条 丧家之拳 今日 我同你们苏家 恩断义绝 把死鬼子 山迟 你还真是不识好歹啊 这边你把事情做到这种地步 青月也愿既往不久 保你周全与你离开 而你呢 不知悔改变本加厉 难怪青月会对你失望透顶 失望透顶 那是他的问题 沈先生的能力 还轮不到你们来质疑 同样 他的周全 也用不着你们苏家来操心 我姜婉宁还在这里 今晚 朔州军盛 愿与沈先生共进退 愿与沈先生共进退 沈迟 沈迟 我知道 你今天晚上种种行为 无非想向苏家证明你的尊严 但尊严 都是凭自己的能力得来的 你现在 只会站在他的身上 划重取宠 装腔作势 你这样 只会显得你更加可笑 只会让我更加的看不起你 你错了 青月 我的能力你无法估量 你所认为的也只是你片面的成见 你从未真正的了解过我 你根本就不清楚 你所厌恶的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够了沈迟 作为男人 你不知道青月想什么 给不了他想要的 作为女婿 你拖累苏家五年还恩将仇报 像你这样的败脸 三番五次大言不散 如我云雀 苏老爷子 事已至此 您还不愿意跟他划清干系吗 是啊爷爷 许少说的对 这小子今天晚上 一直在往死里得罪云雀国庆 摆明了是暗藏火星 见不得咱们苏家的好 想要毁了咱们跟云雀的合作 害咱们苏家呀 你这大捏不倒的东西 从现在起 我以苏家家族的身份 照告所周 这神识 已是我苏家的情绪 从今夜起 不出苏家 你会为我苏家 在乎干系 云雀首席执行官 楚明到 楚董来了 云雀国庆的楚董 这等大人物 只会听到我苏家 啊 莫非 知道 爷爷 不必经 众所周知 我苏家 之所以能力足以上游 一是因为家族底蕴 后继活发 二是因为清月姐 能力出众 而她 若是真有一个电话 能叫来楚董的能力 那就当她便是云雀将军 可若躺得真是那位残妻 不提我苏家底蕴 还有清月姐的能力 单凭我苏家 养她护她五年这一点 我苏家 便能成一方豪卒 然而时至今日 我苏家 不过侃侃迈入朔州上 这 不合理吗 不合理 不错 云雀清君 连云雀国际这种庞然大物 都能一手服气 而你口口声声说 护了我苏家五年 那我苏家 为何没有一步登天 倘若不是你的废物 在这信口思黄 难道 是我苏家过于无能 扶不上墙吗 你苏家这五年 除了自以为是的本领 有所长进之外 真是一事不成 说是过于无能扶不上墙 也不足为故 至于我的身份 等一会儿楚明来了之后 亲自来说吧 让楚董亲自说 你还真把自己 当云雀清君了呀 别做梦了沈迟 楚董今晚亲职 当然是为了许绍这位 得云雀清君 经典的云雀高层 跟你是只有个屁关系 爷爷 今晚许绍 先是代表云雀国际 为我苏家送来合作 又是引得沈家重礼 不懂亲职 我苏家已是同飞之相 无日便会平步云端 好 好 许绍 才是我苏家 苏老爷子 您言重了 苏家本就底蕴深厚 清悦又能力出众 本就应该受到云雀的青睐 我呢 就是树水推收 苏总年纪轻轻 就能赢得云雀的青睐 这当真是不得了啊 如此说来 这苏家怕是要超出硕中 举国扬名了 来来来 大家一起敬苏家一杯 还望苏老爷子 苏总日后多多关照啊 来来来 准备 沈迟 你看到了吗 这就是苏家靠能力和积累 获得的尊严和辉煌 也只有这样 才能得到认同 江董 一直以来 苏家与今胜比 确实差了点 但日后 苏家的未来 未尝不能达到云天之上 今夜的事 苏家记下来 你记下来又能怎么样呢 即便没有了云雀 君胜也还是君胜 君胜 也还有沈先生 但你们苏家 亲手将沈先生推出门外 若是再没有了云雀 那你们苏家 算是什么东西呢 哼 没有了这个沃南飞 苏家 还有许绍 还有我清月姐 日后 我苏家只会更加兴盛 兴盛不了 你们苏家骨子里 就没有兴盛的命 你 够了 来人 把这个口无知蓝的肺 压下去 别葬了楚董的眼 住手 那位兴盛了 我还不想是 你还不想是 那位兴盛呢 都能不能够 那位兴盛的手细指寅官 真的到了 咱们还要继续回这站台吗 不用了 如果真的牵扯到咱们 您多年的期待 好了 何阳 今晚 除了他以外 一切都无关紧的 可你们 好了 勾养楚董 楚董今夜亲至 是我苏家毕生之心 我苏家必将不负楚董众望 定会大兴 苏家大兴 对 楚董 您知道的 我们家清悦 能力过人 出类拔萃 是四周商界的后起之秀 新界他的一致之力 带领了我们苏家 走向了更高处 今后还会带着我们苏家 成为云雀的 最优秀的合作伙伴 能力过人 出类拔萃 你们苏家能有今天 全靠一段良缘 楚董说的是 若非许少 我苏家也不会有 今夜的辉煌 许少 楚董 相逼 您和许少很熟吧 不过这也是哈 这许少呢是高高在上 清君亲自指定的 云雀高层 方黄 清君清职 他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清君清职 你 您这是 下来 云雀首席执行官处名 拜见清君 拜见清君 起来吧 起来吧 清 清 清君 他 怎么可能 他 他是清君 没想到 那位举世皆知的传奇 沈家三公子 云雀 云雀清君 竟然会是他 楚董 您 是不是认错了 他分明 就是我苏家的气息 怎么能是 苏崇燕 清君的身份 还轮不到你来质疑 不 你们苏家 有眼无珠 管剑伯使 若不是清君相虎 只会早早于朔州除名 又怎会有今天的风光 就连这场寿宴 都是清君为你们苏家造势在先 否则 又哪儿来的这满门宾客 就凭你们苏家一人 呸马 老爷子 楚董 我们苏家这么多年 明明是靠着亲密 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 这漫长的名流 不是许 当初你们苏家 不过是释迦墨流 他苏清岳既无阅礼 又无手段 又是凭了什么 让你们苏家一蹴而就 成为上流 说州世家 无疑不是靠着几代人 数十年的资产积累 才能步入社会上流 怎么你们苏家就这么自信 就单凭他苏清岳一人 就能与众世家 数十年庞大积累相提并论 你们 未免也太看得起他了 不过 既然你们苏家笃定 能够凭借自己的实力涌入上流 那我就给你们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自今夜起 云雀国际 与朔州苏家的合作 一概终止 订单 取消 赠予收回 竟取消这五年 云雀国际给予苏家的一切暗中帮助 不行 不能这样 否则 我苏家就完了呀 识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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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这一切都是误会 误会 都是误会 秋月 你快说我两句吧 不然的话咱们苏家就完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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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 你真的是云雀清君 这重要吗 重要 明明 明明你告诉我 告诉我你的身份 告诉我你就是云雀清君 明明 苏家就不会给你难看 我就不会 我说过的话 你苏清月信吗 我说过的话 你苏家信吗 我 我说你有难处我可以帮你 你信了吗 我说今夜 我要给你苏家一夜风光 你信了吗 我说我护了你苏家整整五年 你苏家才有今日 你信了吗 我说他许云泽大言不惭 我说我的身份你无法估掉 你信了吗 你信过 不过 既然你们苏家笃定 能够凭借自己的实力涌入上流 那我就给你们 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自今夜起 云雀国际 与朔州苏家的合作 一概终止 订单 取消 赠予收回 竟取消这五年 云雀国际给予苏家的一切暗中帮助 不行 不能这样 否则 我苏家就完了呀 实不打 实不打 我苏家 今天晚上的一切都是误会 好 误会 都是误会 秋月 你快说我两句吧 不然的话咱们苏家就完了 啊 啊 啊 你真的是云雀清军 这重要吗 重要 明明 明明你告诉我 告诉我你的身份 告诉我你就是云雀清军 苏家就不会给你难看 我就不会 我说过的话 你苏靖岳信吗 我说过的话 你苏家信吗 我 我说你有难处 我可以帮你 你信了吗 我说今夜 我要给你苏家一夜风光 你信了吗 我说我护了你苏家 整整五年 你苏家才有今日 你信了吗 我说他许云泽 大言不惭 我说我的身份 你无法估调 你信了吗 你信过 苏靖岳 你从来没有相信过我 在你的眼里 只有你的那些傲慢 偏见 无论我说再多的话 都不会产生任何改变 哪怕 哪怕事实就摆在你眼前 你的第一反应 仍然是质疑我 这样的你 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的不是 不 不是这样的 我只是想要你 你想要权势 想要地位 想要苏家位于世家顶层 想要 想要万人景仰 这就是你们苏家所有的追求 可是你们岂又会知道 这些东西 与我沈迟面前 有多么的 枯燥 乏味 事情 已经闹到了这个份上 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说的玩笑话 不是真的 使不得 使不得 沈迟 再这么说 咱们在苏家 生出了五年 苏老太太去世之后 你苏家对我什么样 你苏崇业自己心里清楚 苏家的恩 我沈迟报完了 你记住 今天晚上是你苏崇业 要将我沈迟赶出你苏家家门 我尊重你的选择 今夜之后 我沈迟与烁州苏家 恩怨两千 再与我可 苏崇业 你从来没有相信过我 在你的眼里 只有你的那些傲慢 偏见 无论我说再多的话 都不会产生任何改变 哪怕 哪怕事实就摆在你眼前 你的第一反应 仍然是质疑我 这样的你 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的不是 不 不是这样的 我只是想要 你想要权势 想要地位 想要苏家位于世家顶层 想要 想要万人景仰 这就是你们苏家 所有的追求 可是你们岂又会知道 这些东西 与我沈迟面前 有多么的 枯燥 罚位 事情 已经闹到了这个份上 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严禁于此 套赐为之 别别别 裴正阳沈迟 再怎么说你也是 苏家的女婿吗 咱有什么话 再说开不就好了吗 女婿 说开 你之前不是说苏家没了我 会变得更加兴盛吗 你不是说没有我 苏卿月的成就会更加不可限量吗 现在 不如你所愿 不不不不 我们都是说的玩笑话 不是真的 使不得 使不得 沈迟 再这么说 咱们在苏家 兴出了五年 苏老太太去世之后 你苏家对我什么样 你苏崇业自己心里清楚 苏家的恩 我沈迟报完了 你记住 今天晚上是你苏崇业 要将我沈迟赶出你苏家家门 我尊重你的选择 今夜之后 我沈迟与朔州苏家恩怨两千 代不划可 除名 走吧 是 别走 别走 别走啊 别 真没想到啊 这位苏家气趣 竟然是举世皆知的传奇 肉眼凡胎不识真聋 这苏家呀 怕是要玩了 这家人真不行啊 真不行 这这这这 不行 你拿着手 不小心 苏家的未来未尝不是云颠之上 这句话军商记下了 我等着见到那一天 牧师柱 有云确清军五年的庇护 这还只是世家上流 还真是无云 苏家 沙总 怎么被人家就有去的 宿佛 我和们 没有 你 像我说 你 还没 你 都你 你 黑死世界了 猪老爷子 您不会真认为那个一事无成的废物 就是银雀青军吧 三分钟前 我刚接到消息 银雀青军和楚董 正在赶往蒂金的路上 我父亲和蒂金众士族 正在恭候迎戒 你说什么 青军 早些时候东欧传来消息说 凌小姐她回来了 回来了 动静闹得很大 将于今晚入境 我觉得 她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找您 那 她知道我在硕州吗 硕州这边的消息 手下已经完全封锁 并用给您接风洗尘的名义 邀请蒂金各大世家 举办了一场晚宴 用来混淆视听 但这毕竟是权宜之急啊 我觉得 凌小姐如果迟迟在地境没有找到您的好 肯定会来到烁州 那就先这样吧 等慢一会儿试一会儿 那个丫头呀 她要真是硬床起来 你们也拦不住她 不过还有一件事 说 今晚和您并肩而立那位军胜董事长她不是来自烁州 而是烁州以上的海省 她就是海省当年的江家大小姐 江安宁 海省 江家 云雀清君和楚董 正在赶往地境的路上 我父亲可以为政 这点 做不了假 那你说今天这个沈池 是忽假虎为 许当生事 不错 她招来那个楚董 不过是七世道明之辈罢了 至于她沈池 绝不可能是云雀清君 可是今晚 塑州明家都齐聚在苏家 这沈池 他有那么大的胆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说他是清君 那这事要是传出去 他自身难保啊 那我想问您见过云雀清君和云雀楚董吗 我怎么能见得着呢 苏老爷子呢 我们苏家就是塑州的善妙 怎么会有见到那两位人物的自个儿呢 这就对了 你们苏家如此 今天在座的所有民众亦是如此 他胜吃就是吃了这一点 今天在场没有人见过云雀清君 所以他才肯肆意忘回 而我呢 得云雀清君心吃 如果云雀清君真的今天在场 我怎么会认不出来呢 所以那小子就是在装强做事 是 没错 今早在酒店 他丢了一些面子 有愿于我和清月 今天便想在这儿 华众取手 争回一点面子 没想到被苏老爷子 扫地出来 离开苏家 他难有容身之地 所以一不作二不休 冒充清君 火同外人 拿走了 帝京沈家 送给苏家的那些赠子 据我所知 那些赠子里价值不菲 够他挥霍一辈子了 这个窩囊费 他打着多么苏家的主意 那受理价值故意啊 甚至 真的想这么做吗 姐 都什么时候了 你不会还要对那个吃软饭的窩囊费 念及旧情吧 清月 你好好想想 这些年一直都是他在拖累着你 今天 就在这大厅广众之下 让你难堪 这样的男人 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 这个白眼狼 亏了我们养的了五年 反过头来看来 害我们苏家 啊 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一定要让那小子付出代价 行了 当务之急 是想办法 挽回苏家的生命 若有 今晚这闹剧发酵下去 苏家只能容我孝明 老爷子说的是啊 医生 先前那二百亿的订单 苏老爷子不必担心 虽说我今天带来这百亿订单被毁了 但是你们苏家 仍是云雀国际的内部合作坊 两天后 云雀国际将和中海四大商会 举办招商会 到时候你们随我同讯 重新拿下那笔订单 解释 你们苏家将在中海所有名流的见证下 冲回天方 多谢去杀 苏老爷子不必客气 毕竟这些订单呢 也是清月靠自己能力获得 清月 今天审时那些话呢 你别往心里去 他就是个跳梁小丑 所以才会对你忘加指责 你放心 今后只要有我在 你的未来不可限量 四大商会代表 明晚将会抵达硕州 占助林凯上天 清月 你跟我一起去一趟 咱们呢 可以提前跟他们搭上关系 徐少贴心 相信我们清月的能力 给我们清月帮助 徐少才是最应该来到苏家的人 来到我们清月身边的人 清月赶快答应一下吧 好 沈迟 总有一天 我会带着苏家 立上明天 而你 只能留在谷底 终究 不能站在我身边 清月 君盛还是把股权转眼协议 和地景天成的门卡送过来了 您看 退回去了 我不需要 坐下手 好 根据调查 君盛董事长江婉宁 确实是林夫人的女儿 不过 林夫人早在三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疑似和江家的争权有关 难怪啊 我感觉 江小姐在江家的地位恐怕 显而易见 所以她才会知身一人来到朔州 并且用五年的时间 把君盛送到了朔州商界的顶层 确实 她与苏清月完全不同 这位江小姐能力酌群 她似乎想凭借一个人的能力 给江家抗 倒是还真有灵异当年的几分风范 不过 再怎么说江家都是老牌豪门 底蕴丰厚 即便君盛在朔州位于顶端 和江家比起来 还是差不上 毕竟君盛成立至今 才短短五年而已 我没记错的话 再过几天 就该举办招商会了吧 是的 云居国际已经与苏洁的合作一概终止 订单也已经取消 这次招商会的目的 就是为了选出优质的合作方 多给君盛几封关照吧 毕竟是宁医的女儿 如果没有宁医 也不会有今日的云居景 明白 另外 海省的四大商会 派了朔州的商业巨头陈敬之 作为代表 邀请您 想去云海盛亭小聚 您喊 要不要回去 挑五 去云海盛亭 让他进来吧 见过清军 见过楚道 有什么事直接说吧 海省的四大商会的会长 将以明晚抵达朔州 他们亲力筹备 云雀入京后的首场招商会 在这之前呢 四大商会之主 都想先见面一面 真行 在下奉命 已经提前在云海盛亭定下了 顶层的雅间 云海阁 希望先生到时候能闪光 可以 谢谢沈先生 这是我的邀请 庆之感激不尽 明天您到云海盛亭之后 一定要跟庆之联系 庆之一定 定理相待 那就有劳了 姜董 咱们送去的股权转让协议书 还有地井听成的名堂 都被退回来了 退回就退回吧 那些东西对于他而言 本来就算不得什么 那如果他一直不肯接受我们的好意 我们怎么办啊 什么怎么办 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云雀清君 如果得到他的青睐 我们就可以一步登天 那么咱们和江家的五年之约自然就 那你觉得我们要凭什么 才能获得他的青睐和帮助呢 那你觉得我们要凭什么 才能获得他的青睐和帮助呢 他是云雀清君 无论是权势还是地位都唾手可得 而纵观君胜上下 还有什么是值得他侧母的能力 君胜的潜力还有您的能力啊 君胜的潜力再高也不会超过云雀 至于我的能力在他面前 也没有多少分量可言 虽然很不想承认 但在那位云雀清君的眼里 我所引以为傲的一切都毫无意义 那咱们就这么什么都不做吗 当然不行 机会就在眼前 哪有妻之不要的道理 或许这一次我们要换一种 更加激进的方式了 进 好久不见啊 我的未婚妻 好久不见秦大少爷 咱们叫未免有些太过生分啊 你我之间的称谓 本应该再亲密一些才是 这些话秦大少爷的秦人们要是听到了 怕是会不高兴吧 况且 你我之间的婚约是否会履行 还是个未知数 那些只是些无足轻重的玩物而已 哪配与你这朔州商界的天之娇女 排省江家最为惊艳的明珠相提并论 至于 你我之间的婚姻 你该不会以为 随便找一个苏家气虚 来冒充云雀清君 就可以阻止 两家之间的婚姻吧 热闻其消 昨晚 朔州苏家气虚 大闹苏家寿宴 并在周目睽睽之下 以云雀清君辞职 你江大小姐 当时是不在场吗 秦大少对我还真是 格外关注 是你这一步走得太过可笑 哼 众人皆知 云雀清君 从未以真容世人 而清宵雁将至 你想趁这个机会 拉起一个沈家气虚 让他冒充云雀清君 从而给我秦家施压 但你却不知 昨晚 真正的云雀清君 在地精献身 并同一众地精士卓 共检办烟 什么 他是假的 你离开海省 无非是想脱离家族掌控 想向他们证明 仅凭你一人之力 也有资本 同世家名门抗衡 军政能发展到如此地步 你的能力一定不差 若家已时日 你可能真的会创造出奇迹 不过 五年之期将至 你已经没有时间了 这场婚事 你逃不掉 江家救不了你 军胜救不了你 而那个姓沈的气势 也一样 秦大少爷 就这么缺席吗 那是当然 现在 秦家比江家更强 江家见我要低头 而你 理应一样 乖乖做我秦少林的未婚妻 对你我 对两家 都有好处 秦家能给江家的 我一样能给 对 江家不是秦家 不需要迫切地向地金沈家 证明自己的价值 军胜是我一个人的军胜 而江家 也将会是我一个人的江家 但你 已经没有时间了 江婉宁 这就是你的命 你浮起来的那个气势 叫沈迟对吧 这种漂亮小丑 仅凭我一句话 就能将它断售 与其靠这种东西能造势 倒不如早点向我服软 好好想想吧 江董 那个沈迟 是冒充的云居三军 秦少林没必要在这种事面上说谎 那咱们怎么办 我要再见沈迟一遍 如果可以 我希望她加入军胜 作为我江婉宁选中的男人 随我一起返回江家 江董 你在说什么呀 她只是一个苏家的气势 她并不是真的云雀青军 总理我才需要她 她有常人没有的胆量和魄力 而军胜 也可以作为她支撑的底气 大丈夫 生不能无顶时死亦无顶坑 若她不争不怒畏首畏尾 那才真的没用 但是冒充云雀青军 毕竟不是小事 谁知道她以后会惹出什么祸患 还有什么祸患 能逼我嫁给秦家 从此轮文秦少林的一件玩物 眼睁着看着母亲的今夜 轮文秦少林的陪嫁更糟糕的脑 比起那样 与沈志一同直面的滔天祸患 哪怕最终赴死 倒也不失 一场快意 今天晚上啊 海省四大商会的十大权者 齐聚我们云海盛亭 因此啊整个云海盛亭 今日是不对外开放的 以免仙大人能闯入惹是生非嘛 不过各位不用担心啊 你们是许少亲自交代的 朋友可以破理接待 当然了也不用太过拘束 在这里稍等片刻 许少亲自会过来的 谢谢赵姐姐 还是许少面子大了 姐 要我说呀 反正你都跟那个吃软饭的 一拍两散不如呀 考虑考虑许少 对 秦月啊 这云泽是要什么要什么 他不定搬了你 还能搬了我们苏家 不像那白眼狼 吃我们的 用我们的 最后还害我们 好的妈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沈迟 这白眼狼 竟然没有跑 给我站住 有屁块放 你好大的胆子呀 现在都敢大摇大摆的到这儿呢 怎么 这云海盛亭还是什么 我来不得的地方 少在这跟我装傻充愣 我实话告诉你 你冒充云雀清军和私村沈家众里的事情 现在都已经传开了 我劝你啊 实相的话 赶紧把属于我苏家的众里给我还回来 否则 我今天晚上 就要了你的命 今晚四大会长 要会见一个大人物 有关你的时间可不多了 你得把我好多 大人物 对 即便是四大会长 见到他还要对我顶礼相待 四大会长对我顶礼相待 嗯 该不会是呢 哎呀 这不是你关心的事 进去吧 我啊 冒充云雀清军 我私吞沈家众里 不错 我 看我还以为 你沈池有出息了 了不得了 结果 你不仅仅是吃里爬外的废物 你还是白眼狼 吃我苏家 用我苏家的 你还敢冒充清军 坏我苏家的名声 你还夺走我苏家的众里 你这个畜生 你还有人机没有呢你 拔开你的赠手 那份离我之所以收回 是你们苏家不配 至于我的身份 你怎么确信你 我不是云雀清军 你还装上了 你也不照照镜子看了你的德行 你还云雀清军呢 要配吗你 大娘 犯不着跟这种不知死活的下贱东西一般见去 我实话告诉你沈池 就你那点小伎俩 早在昨晚 就已经被许少给识破了 真正的云雀清军 愿再递经 而你沈池 毫无半点关系 许少 许云泽 对 人缘许少 可是清军亲指的 云雀高层 你是不是清军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什么时候 我是不是云雀清军 还得得他许云泽的职人了 再者 他算个什么东西也配得我亲指 你还在这说 沈池 我告诉你 你冒充云雀清军 私吞沈家重礼 这两件事 就任何一件 都够你死期败回了 至到如今 如果你觉得 我们上报沈家 上报云雀 你这个冒牌清军 还有那个冒牌主动 还有活路可言 来 这个 我给你提一个建议 你现在就上报云雀 上报沈家 你看看他们怎么断我的后路 你别在这儿跟我耀武扬威 我劝你现在好好想想你们苏家的后路 没有了云雀的支持 你们苏家七日之内 必定土崩瓦解 到时候 你们这五年来所有的疯狂 都会如树相散 大娘 你听见他在说什么 他说我苏家 不出七日就会土崩瓦解 一夜破灭 放他的屁了 我们苏家好好的 凭什么破灭 凭你这张嘴吗 没错 想要你们苏家破灭我 动动嘴就不够了 大言不惨 沈迟 我实话告诉你 今夜 海省四大商会会长 已经抵达所中 就在这云海盛庭当中 而明日 他们便会联合云雀国际 举办招商会 公布入境之后的首个重量级合作商 而那 便是我们苏家 海省四大商会的会长啊 不错 今晚云海盛庭全面不再对外开放 而许少 却可以带着我们以贵宾的身份进入 提前面见四大商会 有了这层先机 我苏家之后的势头便会一往无前 知冲云霄 你倒也不必一直跟我在这提四大商会的会长 我当然知道他们今天晚上在这 因为今天晚上就是他们邀请我过来 要在顶层为我设宴 至于那个许云泽 如果你们苏家 现在最大的倚仗就是他 那我奉劝你们 还是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以免落差太大 无法接受 这两天之后的招商会 可以和任何公司 任何企业 任何事家有关 但唯独 与你们苏家无关 你还真是什么都敢说呀 甚至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让海守四大商会宴请你 也配跟许少胜提名 也敢断言说招商会与我苏家无关 你哪来的脸 不配的是你 是他 是许云泽 是你们整个苏家 够了 甚至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有多可想 五年了 甚至 你怎么变成这个模样 什么模样 满嘴空白 眼界浅薄 内心阴暗 懦弱无能 我 是 这五年 你在苏家过得不好 心里有怨可以 想争回面子也可以 那你为什么要把事情 搞得一发不可收拾呢 你就不能盼着点苏家好 无论如何 苏家养了你整整五年 一发不可收拾 盼着苏家点好 我照顾你们苏家整整五年 五年 是你们苏家寿宴 不准我落座再现 是你们苏家当众要将我逐出家门再现 是你们苏家扬言要废了我再现 现在 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的不是 是你先空手来 对爷爷出言不屑 又不肯低头才会这样 否则 爷爷一个长辈 会对一个晚辈动怒吗 空着手来出言不屑 那笔订单是我给的 受理是我送的 我没做错什么 为什么我低头啊 订单和受理 都是林泽送过来 跟你没有一点关系 都现在这样了 你还在嘴硬 你为什么不能认清自己呢 认不清的是你 你 你这么降有什么意义吗 我们之间的身份 地位和差距 只会因为你降得多而改变 只会显得你可笑 你明白吗 熊阿姐 她这辈子呀 就这点出息了 沈迟 我奉劝你一句 现在赶紧把沈家的众力交出来 否则 今天晚上 我就要了你的命 不错 不交出那份礼 你今天就别想离开这里 想要沈家的礼 你们苏家好大胆的脸 你 听你这意思 你今天是无论如何 都不会交出那份礼了是吗 不错 实不相瞒 那份礼 我已经遣送回地精沈家了 如果你们实在想要的话 不妨 去趟地精 登门讨一趟 好 你有种 沈迟 你就那么想要那批受理吗 不是你的东西 你为什么非要霸占呢 我说了 这礼是我送的 你不信 许云泽一句话没说 你们全都默认 这礼是他送的 苏晴云 你还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吗 爹 你听到了吗 你跟他说再多都没有用 这小子呀 我看他早就包藏火心 那份寿礼要是变现的话 价值过异 以他这德行 十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钱 他怎么可能愿意交出来 那根本不是你凭自己能留下的东西 你知道霸占他的后果吗 那就不劳苏总费心了 不见棺材不落泪 既然你执意找死 那我今天就满足你 来人 陈先生 您请留下 不知四位会长可还满意 四位会长尚在等待 我这次来呀 就是为了提醒你 今夜云海盛亭要招待一个大人 可以说是传奇而论哪 所以说你一定要顶礼相待 不敢出现一点披露 万一出现一点披露 可不是你这个云海盛亭的总经理 能担当得起的 是是 陈先生 您请放心 我郭亦安 愿意性命做担保 嗯 这样最好 这算点时间沈先生也该到了呀 要是在外边碰到你 或许我还拿你没什么本 但是今晚 海省四大商会会长齐聚于此 云海盛亭上下全面门 任何外来人都不得入内 而你沈迟 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在这个时候混进云海盛亭 你 这不就是在自寻死怒吗 这里的无关人等 难道不是你们吗 我们 沈迟 你能不能别再坚持了 难不成云海四大商会会会长齐聚于此的目击 是为了你一个送外卖的设宴吗 还真就是为了一个臭送外卖的设宴吗 厉害厉害 我看你啊 是嫌自己死的太慢了 沈迟 你非要把事情闹到现在这个地方吗 我闹 这件事情一开始就是你的错 你认个错低个头不行吗 你服个软又怎么样呢 整整五年 你碌碌无为一事无成 你现在在意你那点自尊干嘛 你非要把你的命搭进去你才满意 让我认错 他不会够格 让我低头 他受不起 让我服软 他不配 你们苏家更不配 至于我的命 你今晚大可以好好看看 他有没有那个本事取我的命 哼哼 你跟白眼狼还横上了 清月 这是再给你机会 谁给点表演 我沈迟还用不着他给我机会 哦 有骨气 了不得 那老子今天晚上非要看看 你向我跪地求饶的样子 给我来人 怎么回事啊 赵经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今天晚上海省四大商会会长齐聚彼此 云海盛亭上下全面封锁 无关人等 不得入内 是吧 不错 今晚的云海盛亭 谢绝一切来客 那这里 怎么还有一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站在这里招摇过世 他是 他就是一个被我们苏家 扫地出门的活囊费 也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了 在这里为非作胆 不知道从哪儿钻进来 还要为非作胆 赵经理 你有所不知 他 在我苏家混吃混喝整整五年 没有丝毫感恩之心不说 还反过来咬我苏家一口 昨天晚上 我苏家举办寿宴 他联合外人行打压之事 肆不忌惮 甚至还冒充云雀清军 抢走我苏家的重疑 而今天晚上 他又尾随我们来到这云海盛亭之中 无非就是看不惯我们苏家的河 想要胡作非为故意让我们难堪 赵经理 如此歹毒之人 今晚出现在这里 你觉得他合适吗 郭总特别交代过 今晚我云海盛亭有贵客将军 不容出现一丝纰漏 来人 沈迟 如果你现在跪下来向我求饶 交出沈家重礼 说不定我心情一好 还能让你好过一点 好啊 那我倒想看看 今天晚上你能让我落得个什么下场 沈迟 你非要以一股行吗 就算到最后难堪的人是你 你也不肯退一步吗 明明我们之前都是家人 没有人会往死刁难你 我说过 让我退 他没这个资格 哼 不知死活 行 你够肿 赵经理 你听见了吗 还不赶快动手 我要你断了他两条双嘴 让他跪下来跟我说话 是 拿下他 等一下 怎么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今天是受邀才来参会 这份邀请便是证明 这是 这是海省四大商会会长 计划于云海升庭设宴时 开始送来的请帖 四大会长 特地送来的请帖 沈迟 我原本以为 你说四大商会会长宴请你 是张口就来的胡言乱语 没想到是提前准备好多说辞 甚至还准备了这么一个道具 做工还不错 看来你为了今晚的事情 真是煞费苦心哪 不过 我怎么不记 来这云海盛庭 需要邀请门呢 赵经 你们云海盛庭 有这个规矩吗 并没有 听见了吗 沈迟 你就算是找人来冒仇 大商会会会长 都比拿这个玩意儿可信度高 这份请柬之上 有海省四大商会的印章 是真是假 打开它 一看便知 海省四大商会的印章 好威风呀 赵经理 你还不赶快把请柬打开 好好检查一下 万一 这个被我苏家扫地出门的窝囊废 还真是你们云海盛庭 今晚招待的贵客 那可真就了不得理啊 不用了 这种混吃混喝的废物 绝对不可能是我云海盛庭的贵宾 别呀 万一里边真有四大商会的印章 不过 是假货吧 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清楚 你一个大堂经理 把这份情节撕了之后 后果不是你能承担的 就是呀 赵经理 你听见了吗 他呀还在劝你呢 不用 我要是听了他的话 那才真是个笑话 我赵羽 这么多年 也算得上是半只脚 踏入硕州上流社会的人物 算得上有头有脸 这么多年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 你这种跳梁小丑 也配威胁我 威胁还真谈不上 只是好心提醒 但是既然你已经把它撕了 那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没话说了是吧 行 给我上 打断他的双腿 陈先生 我是陈静之 请问您现在到远海盛庭修店了吗 到了 现在就在酒店的一楼大厅呢 不过出了点意外 你们云海盛庭的大唐经理 好像对我有点意见 放肆 这是谁给他们的胆子 陈先生 你等我一下 我就五分钟之间 马上过去 三分钟 三分钟之内如果你不下来 那今天晚上的宴会 就没有必要进行下去了 是 是 怎么 看你这模样 是四大商会会长 给你打电话了 你听到沈先生说什么了吗 听 听到了 这就是你远海盛庭 办事的能力吗 我 还不过跟我下去 共赢沈先生 行行 现在就是 这通电话 是陈静之搭带的 陈静之 你说的是 那位烁州商界当之无愧的魁首 陈静之陈总 不错 放肆 陈总乃是我烁州商业第一人 也是你这种臭鱼烂虾能染指的 我看今天晚上 你是嫌命长了 把他给我拿下 左右不过三分钟 你们大可以等一等 有两下子 难怪敢这么猖狂 不过这儿 可是云海盛庭 硕州最顶级的七星级酒店 还轮不着你来撒野 把保安部所有人给我喊过来 不自量力 神痴 你真是无药可救 动手 把他给我拿下 赵瑜 你好大的胆子 陈总 郭总 鞋二位怎么来了呀 我若不来 又怎么能看到你赵瑜干的这处好事 好事儿 郭总 今晚是我办事不力 让那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混进了云海盛庭 但是您放心 我马上就把他给赶出去 瞎眼的东西 陈总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您 郭总 陈总他这 朔州 陈庆之 云海盛庭郭义安 拜拜见 沈先生 这 怎么回事儿 那明明是陈总 怎么可能 起来吧 沈先生 庆之来迟 还请您 责罚 云海盛庭总经理郭义安 请沈先生责罚 云海盛庭的总经理 你这随便一个大唐经理 就敢示中海四大商会的请简与无误随意撕毁 还要命人清朝而出将我抓住断我双腿 你这云海盛庭的总经理 我又怎么敢责罚呀 你 就混账东西 郭总 我 我 我是 你知不知道你都干了些什么 郭总 我都是按照您的分布做的 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我 够了 来人 把他给我拖下去 郭总 这张是我们的黑卡 希望您收下 今后 您就是我云海盛庭最为尊贵的客人 看来今晚 你没有那个本事要我的命啊 你 什么 你可想要沈先生的命 嗯 我说过 要我退 还不够格 现在你看见了 我 送我上去吧 沈先生 这些人 不输 明白 郭总 把这所有的闲杂人员 我清理干净 是 沈先生 这把请 来人 明日的招商会 就有劳次外会长 多多关照了 无非是关照一个硕州世家而已 你是许迟远的儿子 我们会给他一个面子 你许迦名下的庄园 有幸能得沈家看上 成为清宵宴的主场 与你许迦而言 也是不可多得的滔天机会 要是把握得住 背场不能一步登别 不错 许迟 苦心经营这么多年 如今倒也是 游戳收火呀 要是没有其他的事 你可以走了 好 那我就先行告退了 应该是那位先生到了吧 是的 庆祖刚才发了信息说 已经接到那位先生了 应该是到了 那还不快快请进来 请进 据说 今晚这位大任务 就连这四个老家伙都有顶礼相待 我竟然有幸能见他一面 云雀青青尚在地经 这世上还有谁能让这四位如此重视 我能不能趁这个机会 与之结实呢 来人 你们要干什么 把他们几个给我请出去 把他们几个给我请出去 说走 我们可是许云泽许少请来的客人 你确定要将我们赶出去吗 许云泽 不错 他就是许家大少爷 并且还是朔州云雀的副总裁 你云海盛亭就算在朔州地位再不凡 也得给他面子吧 许家大少 朔州云雀副总 哼 跟我云海盛亭今晚的贵宾比 他算个什么东西 还配让我给面子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你们几个 要么自己走 要么我让人请你们出去 你 而且 你们几个从今天起 云海盛亭再不接待 你可要想清楚了 我苏家 不日将会获得云雀国际的合作资格 并且还有许少的提醒 你当真 要为了那个被我苏家赶出门的废物 拉起 跟我苏家撕破脸吗 管好你的罪 那位先生能得陈总敬畏就在云之上 好 好一个云海盛亭 今晚这笔账 我记住了 我记住了 我们走 有眼无珠 刺以为是 这边请 先生 我们到了 这是四大会长 我已经订了包厢 您收到 好 请进 您好 这是咱们先前预定的红酒已经醒好了 原来是酒 好 先放那里吧 祝您用餐愉快 看来这一次是见不到那位大人 看你实施不可离开 莫不是在期待即将到来的那位 那位能得到几位会长如此敬重 晚辈 晚辈难免心生忠惊 有些好奇 不过你 没有直面那位的资格 周会长说的是 不过 明天的招商会上 那位也会出面 到时候 看在你父亲的份上 我们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为你出现 明天招商会 就有劳各位会长了 嗯 行了 下去 他把招标会上 借用这四个老不死的关系 搭上那位大人我 我许家 必然会多一条强大的人脉 父亲再搭上地经沈家 得以沈家重用 我许家一步登天 就是指日可待了 喂 许少 你出来了吗 我们刚刚被云海盛亭的人 给碰出来了 怎么可能 沈先生 请 海省四大商会 建议秦军 倒也不必这么正事 叫我沈先生吧 那还行 沈先生入座 请 都坐吧 沈先生 这次见面呢 主要是想 招商会上 有一些事宜呢 我们提前 把它确定一下 你说 这个 不知道沈先生最近 有没有看好合作的一些企业 我觉得 朔州军胜不错 你们觉得呢 朔州军胜 确实如此 那位朔州江董 也算是能力灼然 不错 他年纪轻轻 白手齐驾 静了五年 就能达到如此的高度 确实不错 既然如此 我们就将军胜 定为明日招商会的首要合作方 那那两百亿的订单 您看 也一并交由军胜吧 那 受到苏家 苏家 不配 明白了 如此看来 这许家小辈 想让我们明日多多关照苏家的期望 怕是要落空了 裸空就裸空 去去许家 还有什么面子 许家 沈先生有所不知 在您来之前呢 朔州许家小辈 特意来找过我们几个 让我们明天 在招商会上 多给苏家几份观照 沈先生 这是明天招商会的请简 请您收下 请简 没错 这是七黄铁 象征着整个招商会上绝无仅有的地位 落座于宴会厅的高位梧桐手座 专为您而收 您闭靡全场 独享 那 我就收下了 这本就是 属于您的 招商会结束之后 你们四位有何打算 我们将全力操办 清宵宴的各项事宜 近时呢 帝京各大士族 也将到达庶州 共同来筹办这场空前的盛业 可以 可以 但是 尽量不要向地精透露 我在硕州的消息 明白 云层 你总算出来了 安逸 你们怎么好端端的被赶出来了 是沈迟 沈迟 他就是云海盛亭 要与鼎里相待的那位贵客 秦远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他没开玩笑 今晚导致我们被云海盛亭轰出来的罪魁祸首 就是那个沈迟 我们本来在大厅等你 没想到那个负义武也跟了上来 然后我们就起了点摩擦 他抢了沈迦的奏礼 他没有跑 跑 他现在可嚣张的很啊 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让陈请之都对他可可唧唧的 反倒是我们 让云海盛亭给轰了出去 陈请之 云泽 那沈迟 他不会是有什么了不起的身份吧 伯母 您多虑 陈请之虽然是我们硕州 当之无愧的商业第一 但是他和今世的江婉宁有染 他陈请之对沈迟客气 是因为沈迟借了江婉宁的誓文 真是个卖眼儿的 姐 亏你这几年还时不时想要护着他 我看呀 他早就背着你跟那个江婉宁 乱搞在一起了 沈迟跟江婉宁 是啊 他要是没跟江婉宁乱搞在一起 江婉宁凭什么允许沈迟 他可是 沈迟说的没错 秦远 这五年 你受苦了 今晚 四大商会将要宴请的那位大人物 我已经见过了 许超已经见过了 没错 明天的招商会 那位也会出席 我和四大商会已经打点好关系了 明日商会开启 苏家将得到四大商会的照顾 同时也会为我们引荐那位大人物 那可多多劳烦情少了 朴朴 这都是我应该的 我只是想帮清月减缓一些压力 毕竟这些年 一直被身边最亲近的人拖累 应该感到疲惫了吧 谢谢 清月 我们之间 不用这么上述 还是云泽懂我们家清月 不像那个没良心的窝囊费 帮不上忙不说 还给我们添堵 跟我们的后腿 要是我们清月早就认识你啊 带着我们苏家 会怎样更高充呢 现在也不玩 我 不是吗 嗯 沈迟 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你像云泽一样 能帮上我什么 可你就连别影响我工作都做不到 这么多年了 你一事无成的样子 我比谁都清楚 你为什么 还是要强装呢 先前那个沈迟还说我们苏家 进不了赵商严 现在我倒要看看 等我们苏家成为了云泉 第一合作商之后 那个沈迟 还会是什么表情 他呀 就是一个跳梁小丑 这辈子 也就只有那么点脑袋 是啊 他就这点出息 沈迟 你和我终究不是一路人 和你离婚 是我这辈子 做过最正确的决定 早些时候 军圣的那位江小姐发来邀约 说明天想和您见上 江万牛 对 她的态度很强硬 似乎是有钥匙的 既然如此 那就见上一遍吧 好 好久不见沈先生 倒也不必这么说 距离咱们上次见面 也没过多久 坐 不知江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今晚瘦州有一场招商会 这些朋友知道吗 你是说 海省四大商会 和云雀国际联合举办的那场招商会 对 云雀国际想要通过这场招商会 选出他们在大厦境内的首要合作方 也正因如此 各方商界上层几乎说是文文而至 现在的瘦州境内 可以说是灌溉云集 要不得呀 今晚我想邀请沈先生一起 代表军胜 参加这场宴会 为什么是我 您与军胜有恩 军胜也相信您的能力 这个是由四大商会发放的贺民铁 凭磁铁呢 可以在商会上位列刺席 相较于寻常的邀请函 贺民铁要更为珍贵 同样 在会场上能获得青睐的几率更高 贺民铁吗 贺民铁吗 招商会上的勤俭更有差异 同时呢也是能够更好地划分出参会宾客的层次 贺民铁是军胜能够争取到的最高规格的勤俭了 明白了 但是江小姐从你过来 应该不只是参加个会这么简单吧 不愧是沈先生 这个是军胜五成以上的股份转让协议 只要您签字 您就可以成为军胜最大的股东 你想让我入住军胜 这可是你花了整整五年的时间一手打造出来的企业 市场估值近千亿 你就这么拱手把它送给了一个没怎么见过几次面的外人 一半 或许沈先生可以做出另外一种选择 你说 和我结婚 我需要一个理由 我想请沈先生帮我摆脱一份婚约 在此期间呢 我会尽可能地保证沈先生的利益 所产生的风险和损失 都将由我姚婉宁 用军胜承担 婚约 我出生在海省江家 与海省秦家的秦少林有着一份婚约 但她的目的性太强 我 很不喜欢 海省 秦家 秦少林 昨天她来找过我 以为听出了苏家寿宴上的事 原来如此 她以为 你我之间有什么关系 所以 可以过来警告你 不 她是在害怕 她是在害怕 害怕我挣脱她 挣脱江家的限制变得不可控 害怕事态急转之下 发生意外不可挽回 否则以她秦大少爷的性格 完全没必要亲自来一趟朔州 就是为了给我警告和威胁 说到底 她只是在用这些 来掩盖她内心深处的不安罢了 可是她为什么执着于你 以她秦大少爷的身份 最不缺的应该就是电影对象 秦家近来呢 和地金沈家走得很近 迫切地想要向沈家证明自己 好获得沈家的认可和青睐 但想要获得沈家的策目 仅凭她自己是完全不够的 所以秦少林盯上了我 盯上了江家 于她而言 这份婚约绝不能出现任何差池 那你怎么就能确信 把我卷入这场矛盾里 就可以解决问题呢 苏家寿宴那晚 云雀清军献身递金的消息 你听说了吗 看来我冒充云雀清军的事情 要被拆穿了呀 但君圣可以作为你的仪仗 你就不怕我是个疯子 现在的我 现在的君圣正需要一个疯子 那如果有一天 我惹出一个天大的麻烦 足以让你和君圣覆灭 到那个时候 你又该怎么办 我会和你一起直面困局 你并服死 值得吗 你可是海省江家的大小姐 朔州商界的天之娇女 堂堂军胜的董事长 而我 不过是一个疯子而已 值得 如果是你 那我叫婉宁甘之如意 好 我答应你 那多谢沈先生 婉宁感激不见 各取所需而已 结婚的相关手续呢 我会安排周明去准备 到时候沈先生 只需要出面一次就好 不会浪费您太多时间 好 那我们 今晚招生会见 招生会见 那容我先失陪了 到底是林姨的女儿 行事风格 和当初的林姨一模一样 也好 也好 当年的恩 终归要换 贺明铁 有趣 沈先生 招生会 马上就要开始了 您该出发了 出名呢 林小姐好像捅了一个不小的娄子 她就先行回了地境 由于走得匆忙 没带来去跟您打招 在这期间 四大会长安排我 作为您的随性助理 好 走吧 沈先生 我送您进去 不用了 我等个人 你先进去吧 是 沈迟 沈迟 你还真敢来 你当真不怕死吗 我来这儿 有什么问题吗 今晚是中海四大商会 和我云雀国际 在这儿举办招商业 而你 先前对我云雀国际屡次不敬 更是冒充清军 抢走沈家赠礼 你难道都忘了吗 沈家的赠礼 是他苏家不配 我理应收回 至于 云雀国际 我不记得我曾冒犯过 而且就算我冒犯了 用得怎么样 沈迟 你真以为没人治得了你不成 至少你们 不信 好吧 我没必要跟这个垃圾在这儿浪费时间 他既然做了这些事情 就会得到相应的后果 只是时间没到 今晚你们最重要的事情 是取得跟云雀国际的合作 拿到那价值200亿的合同 许少说的是 今天老子先放你嘛 我们还要去参加招商会 成为云雀的合作方 拿下那笔价值200亿的订单 而你 配在外边看着 你怎么确信 我只配站在外面看着 怎么 听你的意思是 你也要参会 不错 就凭你沈迟 你也不撒烹鸟照着自己 看看自己什么德行 你也配跟我们一起参会 今晚这场招商会 能不能参加 看的是个人能力 还有名下资产 是否能得到四大商会 以及云雀国际的认同 而你沈迟 不过是被我租家 掃地出门的垃圾而已 没有军生的仪仗 单凭你自己 你连入场刷盘子的资格都没有 没有入场资格的 是你们才对 我们 我说过 不出七日 苏家必定土崩瓦解 你们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况且凭你们现在的资本 远不足以支撑 你们参加今天的招商会 我好害怕呀沈迟 要不 我再求求你 赶紧让我苏家土崩瓦解 行不行 也别欺贪了 就金子 怎么样 你确定 确定 别再浪费时间了 我们赶紧入场 别当我的账事了 好 对了 给你看一下东西 看看 这 就是许少 为我们苏家 准备的邀请函 我们苏家 随时都能进场 而你 一辈子 都没有踏足这里的机会 我们走 沈迟 这种场合你不该来 你来了 就是自取其辱 不过这样也好 虽然过程残酷些 但总归能让你认清现实 认清自己 你错了苏景云 不该来的是苏家 没有认清自己的也是苏家 有的时候 即便有了邀请函 也未依旧有用 你还在抢此夺离 撑口舌之快 你没有资格就是没有资格 苏家能进场参会 就是能进场参会 事实就是如此 事情的结果 从来不会因为 你说的那些空话而改变 你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有自知之明 我一句话能改变的 你根本就想象不到 至于自知之明 对了 天悦 过来吧 你跟他说再多都没有用 毕竟他和我们 不是一个level 你好自为之 检查一下 没什么问题 我们就先进去了 怎么样 抱歉 你们几位 要先止步了 什么意思 你们所出局的邀请函 不像 你说什么 不像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的 是啊 我们的邀请函怎么会无效了呢 怎么可能 这是我昨天晚上在四大社会会上手里拿到 怎么可能无效 我们也是不久前才接到了消息 朔州苏家的邀请 一律作废 朔州苏家 今晚没有入场的资格 放屁 我苏家凭什么没有入场资格 没有资格就是没有资格 没有凭什么一说 你若是执意想在这里闹事的话 我们也不介意采取一些强制手段 你 你 这不是你撒一个的地方 我想请问一下 苏家的资格为什么会被取消 抱歉 我们只负责执行 无问题原因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我说了 今晚不该来的是你们苏家 你在这装什么呢 我苏家进不去你就能进去了 别忘了 你可是连一张邀请还能 谁说我没有邀请函了 什么 这场招商会 难道还邀请了你不成 你说的没错 这招商会 还真就邀请了我 什么 贺明铁 贺明铁 那是什么 贺明铁 是本次招商会最高级别的刑件 象征着中海四大商会 最高度的认可 只有资产超过五百亿规模 才有资格拥有 那这么有级别的情点 怎么会全是他的手里 沈迟 我不管你用了什么 下三滥的手段 这张贺明铁 你是从哪弄来的 这张琴铁 是我光明正大拿来的 至于它从何而来 跟你有关系吗 你少给我放屁 这张贺明铁 根本不是你这种被我有资格拿到的 你擅自持有 以下半生非尊不分 天大的监狱 别拿你狭隘的眼睛来看我 这张琴铁 我拿了就拿了 他还没有资格来衡量我 他没有资格衡量你 什么有资格衡量你 你真以为 你能跟四大商行比肩吗 不 中海四大商会 当以我为分 大言不辞 我看你今天是真的找死 依我看呀 他就是不知道从哪偷了这么一张贺明铁 又不清楚贺明铁的分量 所以才迟迟不敢出石入炸 没错 这张贺明铁 连我这样的人都没有资格得到 哼 听见了吗 你们不是要维持场上的秩序吗 这小子先是偷了贺明铁 又在这里出言不讳 自无其待 你们还不赶快把他拿下 我倒要看看 谁敢动我姜婉宁的人 抱歉 是我来晚了 没事 还不算晚 江总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他的和明铁 是我给的 你给的 就算是如日中天的军赏 也只有这么一张和明铁 你竟然给他 有什么问题吗 江婉娘 这贺明铁的意义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就算你是军胜的董事长 你也不能把这贺明铁 随便转交一个无相干的人 更何况是这么一个货色 你这不是对中海四大商行的不敬礼 你这是赤裸裸的挑战和蔑视 我劝你 考虑清楚后果 你哪只眼睛看出来 他是与我交了您毫不相干的人了 沈迟 如今是我家先生 就算是整个军胜 我都可以交到他的手中 一招和明铁 又算得了什么 没错 我和沈先生 已经登记结婚了 看什么玩笑 说到底 他沈迟不过是被我苏家 踢出门的一个废话 你跟他结婚 你疯了吧 赵外娘 我知道你想找一个玩物消遣苏家 打压苏家 但是你也用不着自降身段到这种地步吧 如果你只能看到是我在自降身段 那我和你们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最近是多了很多爱好 但不包括与蠢祸交流 你什么意思 自明意思 沈先生的能力 君圣和我都有目共睹 倘若君圣的眼界和你们一样 只当沈先生一无所成 那君圣可做不到如今的高位 你 江总 你的品位果然跟床人不同 我许某人自亏不如 知道自亏不如 还不跟你让开 我们还要进场参会呢 好 走吧 走吧 在 苏小姐是还有什么事吗 江总 我不知道她做了什么 让你对她产生了错误的情来 但我很了解她 她就是一个毫无担当 毫无责任 又软弱无能的失败者 你是硕州商界的天之娇女 为什么会选择她 苏小姐的话 还真是令在下大开眼前 我只是在乘书试试 沈先生 不管你接受不接受 这就是你在苏家五年最真实的样子 怒怒无为 没事无成 苏静月 我保护你 照顾你 陪伴你 整整五年 可从始至终 你有尊重过我吗 我跟你说过 尊重是靠自己能力得来的 你现在在这儿 成口舌之快有什么意义 苏家上上下下 所有人 都这样认为 这就是你的问题 好一个这就是你的问题 这位苏小姐 我知道你与我先生有过一段感情 但从现在开始 你们已经一拍两散 毫无关联了 论能力 我自认高你一等 论地位 君胜有吻压你苏家一头 而沈迟 如今是得我和君胜一并认同的人 你们有什么资格 来指责她的不是 我指 这是什么 你不觉得你这样子追在后面 极力否认她的样子 真的很可笑吗 现前是我与沈迟关系不深 不想对你们苏家太过于追究 但从现在开始 沈迟是我的丈夫 今夜之时若再有下次 君胜不会放过你们苏家 希望苏小姐好自为之 走吧 什么东西 真以为她君胜能在朔州一手 遮天都不成 还危险上我苏家 那个白眼了 我看呢 早就和那个江万宁 勾搭在一起了 看我们家晴月还关照她了整整五年 签了得好 切到我们头上 叫我杨威了 好啊 晴月 刚才江万宁那些话 你别放在心上啊 我不会往心里去的 她什么样子 我太清楚了 就算江万宁今晚亲自为她成长 也改变不了她无能的事实 沈迟 到头来 你只会躲在女人的身后 等江万宁把她玩你了 还不知道她下场有多惨呢 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强占沈家赠地 已经是死罪 如今清宵宴将至爱 便是她的慈器 她就是自找的 这个白眼狼 她又不该活着 浪费空气 不过我们的邀请韩北作废 又是怎么回事 难道 也跟她甚至有关 她凭什么回我们苏家的邀请 说不定真有关系 这个废物三番五次 在大厅广众之下出言不虚 冒犯云阙 不尽沈家 消息已经传到了帝京 惹来怒火 所以你们苏家才会受到牵连 取消资格 什么 这白眼狼 他是要回我们苏家呀 如果我不能进场 招商会结束 云切的首要合作对象 还会是苏家 那两百亿的订单 又该怎么办 这 云泽 苏家 可是清热的心血量 你不能我眼睁睁的看着 清热这五年的努力 都光归一窥呀 阿姨 你放心 我给我爸打电话 让他安排一下 你们进场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好 那我们 跟云确的合作 还有订单呢 如果那沈池真的招怒了帝京沈家 订单跟合同 应该就没办法了 拿不到 什么 那合同和订单 他本来都是我们苏家的 怎么能 眼睁睁的 捅手让人呢 阿姨 沈池招惹的麻烦实在太大了 连我也未能插手 那 那怎么办呢 阿姨您放心 订单没有了 我们还有新的机会 有新的机会 你击毙我跟你说过 今天晚上 将会有一位空前绝后的大人物 在这场招商宴上一并现身 是那个 连中海四大会长 都要顶礼相待的大人物 四大商会会长答应我了 为我们引荐那位大人物 如果得到大人物的精彩 你们苏家 亦非重天未尝不可 毕竟是连四大商会会长都要敬佩的大人物 要是能得到他的帮助 失去云雀的合作还有订单 讨厌不是不能接受 是啊 许长 之前听你说过 你见过这个大人物 这个大人物 他到底长什么模样啊 等会儿进入会场 大人物现身 您自然就见到 我就不妄加描述了 好好好 许长 清远能认识你 这是我们苏家之性啊 黄黄 您太可惜了 我现在就给我爸打电话 先安排你们入场 好好好 好好好 这场招商会 对你而言很重要吗 是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就在前几天 君胜已经得到了一笔来自云雀的诸诗了吧 五十亿 一举扭转了集团当时岌岌可危的局势 但除去云雀这个名头 剩下的 也仅仅只是那五十亿而已 我所需要的 远不止这些 原因呢 我和江家有一个赌约 五年内 如果我能让君胜成长到 足以与江家分庭抗礼的程度 那么我就可以直接接管江家 无视与秦家的联姻 现如今 五年之期将至 这场招商会 是我最后的希望 今晚如果君胜能够得到云雀的青睐 达成合作 拿下订单 那么我便有自信 将君胜的固执再抬高一倍 到那时 那一赌约 便有了达成的可能 你目前君胜的潜力和能力 想要得到云雀国际的认可和青睐 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的确 君胜本就出类拔萃 风头正盛 不然也不会招致阻击 不过今晚 这里不只有君胜 看那边 那是 中海秦家大少 秦少林 中海孟家家主孟平远 中海向家家主向永庭 在中海 孟向两家既是能和江家并驾齐驱的顶级好门 也是秦家最为忠实的拥趟 在中海四大世家里 也只剩江家 和秦家的往来还没有那么密切 所以才有的目的 没错 只要秦家能应邻中海顶级豪门 那么想要获得帝金沈家的青睐 就不再是什么难事了 所以今晚 他们会尽全力和君胜相争 秦少林和他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扼杀今晚君胜能够得到云雀青睐的所有可能 如果我说 今天晚上无论他们怎么做 这笔订单和合同都会是君胜的 你相信吗 你的话我不会指引 接下来 我们就要直面中海最顶层的权贵了 沈先生害怕吗 如果我回答你 他们从来没有资格入我的眼 你会怎么想的 这样正合适 走吧 江小姐 好久不见了 孟家主 向家主 好久不见 晚宁来了 坐 这里 你先坐 好 慢着 秦大少师有事吗 她 不能坐在这 她为什么不能坐 秦大少师对我的丈夫 有什么意见吗 丈夫 你们结婚了 是 正式介绍一下 她就是我江婉宁的丈夫 沈迟 你们好 我叫沈迟 我说了 这个位子她不能坐 也不配坐 秦少说得对 江小姐 您还是让她 换个位置 换个位置 向家主 今天这招商会场上 有供这种货色落座的位置吗 哦 难道这招商会场之上 写明了哪条规矩 我审时不能落座吗 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小子 闭上你的嘴 你没有资格和我们对话 非要这么说的话 是你们俩没资格跟我对话才是 放肆 你算什么东西 敢在这口出狂言 年轻人 我奉劝 做人一定要有自知之明 别不知好歹 以你的身份 连入这个会场的资格都没有 她怎么没有 两位家主说话有些太咄咄逼人了吧 她是光明正大走进这会场的 你们有的情景 她一样也有 你们能坐的位置 她也一样能坐 今夜厅内的座位 可是分三六九等的 江小姐 难道你是不清楚吗 这里是头牌刺激 只有如我等一般收到了贺民铁的人 才有资格在此随我们并坐 沈迟就是带着贺民铁来的 她一个小小的苏家气虚 哪来的身价配得上这贺民铁 她的贺民铁是怎么来的 那在场各位 都心知肚明吧 沈迟是我的丈夫 所以君胜 现在也算是她名下的资产 她 可以吗 婉宁 你真以为你能争取到贺民铁 靠的是你名下的苏州君胜吗 你能争取到贺民铁 那是因为你是中海江江的三小姐 你和她结婚 带着她出现在我面前 无非是想打乱我的计划 向我示威 告诉我 你随时可以逃脱我的掌控 但其实这样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像这种货色 根本入不了我秦少林的眼 更不配做我秦少林的对手 我一句话 就能弄死她 而你 又何必将挣脱我的希望 寄托在她身上呢 今天 若是想以军胜为一座 在此落座 绝无可恼 能撑起贺民铁分量的 不只要求评估资产超过五百亿 还要有 知相对等的地位 而她 一无所有 适合她的地方只有一个 那 就是这宴会厅之外 所以 立马从这儿 滚出去 秦少说得没错 一无所有之人 不配入场 现在 滚出去 唯有身居高位 方能立足于此 小子 滚出去 别站在这儿脏了我等世家名流的眼 这时候 灵 卑贱之徒 不配入场 滚出去 说得懂 快出去 滚出去 滚 滚出去 滚 排斥她的人 不只有我一个 所以啊 归根究底 你连踏入这个宴厅的资格都没有 秦少龄 你过分了 过分 我只是叫他认清自己 顺便把垃圾扫走 秦少龄 是吧 秦少的名字也是你能指护的 无妨 你说 你想押我一筹 逼我出去 可以 但是如果今天晚上我真的从这走出去 这份代价 你秦少龄担得起吗 大言不惨 我秦少龄今天站在这里 代表的就是中海秦家 中海的世家之首 在这宴厅之内 我也算屈指可数的头号人物 你今天却告诉我 把你赶出去 这份代价我承担不起 我没理解错的话 你的意思是 今夜之宴 揍揽全场 无人能与你比肩 你 就是这宴厅内 最大的道理 你没理解错 今天晚上就算你们合理相为 也不及我一人之杯 你好大的口气 杜之死活的东西 我看你是嫌命太长了 孟家主 沈迟是我江婉宁的男人 你威胁他 就是在威胁我 威胁军盛 威胁日后的中海江家 你莫不是真要护他 是又如何 江小姐 你这么做 就不怕给你 给军盛 给日后的江家 招来祸患吗 那我江婉宁 便一力单之 你 行了 今晚汇聚于此的 是大厦各州最顶尖的名流世家 即便是墨尾边缘的 放眼整个烁州 也是高高在上全市滔天 而你 连一个入场资格 都要靠别人施舍的无名之辈 又是哪来的倚仗 敢在这儿公然撒野呢 我自己 便是最大的倚仗 曼宁 这就是你的选择 一个只会哗众取丑 到头来毫无价值的废物 连和我并坐的资格都没有 你好像误会了 哦 是你 没有资格和我并坐 好 那就拿出来你引以为傲的资本 给我们看看 看看你是富可敌国 还是全市滔天 可以 我满足你 所有资产万亿 可否于这会场之上位列上座 这 这是 这不可能 金雀云文 怎么回事 怎么反应都变得那么激烈 这张卡 是有什么特别的吗 你竟然不知道 金雀云文 象征着云雀国际 最高额度 最高权限 最高级别的尊享黑卡 全世界 只拥发了一张 可以随时调动一万资源 多少钱 一万资源 一万资源 这张卡 怎么会在你手上 这张卡 为什么不能在我手上 据我所知 这张卡全世界只有一张 而唯一有资格拥有的人 就是云雀清君 我 就是云雀清君 你要是围绕这张卡编一套说辞 我还可能欣赏几分 但你却直言自己就是云雀清君 是真当在场各位 都是傻子吗 波旁告诉你 在这之前 你冒充云雀清君的事 早就已经人尽皆知了 现在 又准备了一张假卡 还想顾忌重拾 我看 你真是不想要命 来人 把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给我拿下 住手 住手 是谁给你们的胆子 竟然敢对沈先生下手 还不给我推下 抱歉了沈先生 都是我一时输 无碍 沈庆之 你什么意思 秦少 你是什么意思 他 苏家气序 身份卑贱 本没有资格入场 却出现在了宴廷之中 而后 又肆意妄为口出狂言 甚至当众冒出云雀清君 你陈庆之 不会要保他吧 秦少 招商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奉劝你 不要在这里大张旗鼓地找事 你当真要保他 这可是在硕州的招商会 不是在中海 更不是在秦家 秦少 我希望你住一点场合 好 那我就要看看 你究竟能保他多久 是 沈县长 将要讲 招商会马上开始了 还请二位 先入座 看来现在 秦大少也认同 我的丈夫 有在这里落座的资格了 那 我们可要和你一起并坐了 沈县 快坐 等一下 我说过 他没有资格和我并坐 而且今天晚上咱们的位置 也不在这里 不在这里 那 才是我们的位置 我们的位置 没错 那里 才是今天晚上我们要落座的位置 大言不惭 那 可是梧桐手座 岂是你这样的卑贱之徒 所能染指的 梧桐手座是这夜庭中的最高处 你以为你是谁 也配在那里落座 这梧桐手座本就是为我而胜 你可真是 大包奸 梧桐手座是海省四大商会会长 为持有七皇帖的大人物 特赦的最高位可披靡全场 独享尊荣 而七皇帖更是本次招商会最为尊贵的情节 是由四位会长亲手颁布的 至于你 绝对不可能有七皇帖的资格 你就这么确信吗 不错 即便是我 也只是知晓七皇帖的存在 并未见其容 恐怕 连七皇帖是什么都不知道吧 那 我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你口中的七皇帖 就在我这里 七皇帖 这 这怎么可能 现在 试问在场的诸位 我审持是否有资格位列这武统首座 不可能 他不过是朔州苏家一个气血 怎么可能有七皇帖 四位会长眼高于鼎 又怎会把这绝无仅有的七皇帖 交给这样一个尊卑不分的东西 他守龙的七皇帖 怕不是造了假 不错 这小子连金雀云文黑卡都敢伪造 那准备一张炸的七皇帖 就更不稀奇了 今夜 我等绝不能让他做上武统首座 否则 就是对我等施加名流 赤裸裸的羞辱 对 羞辱 要他出座 绝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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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没有可能 没有可能 沈先生手中吃的 那才是真正的七皇帖 没有造假的可能 真的七皇帖 我秦少林不信 除非你陈庆只能拿出铁证 证明他手里的七皇帖是真的 否则难以服重吧 没错 我向永婷也不信 我孟平远同样不信 这张证明 这张证简 只因为他能是七皇帖 就是因为他马上交到了沈先生的手中 七皇帖是以沈先生而容 即使没有了七皇帖 这高费之上 梧桐首座 也依旧非沈先生莫属 你去详明 七皇帖以他为荣 笑话 他做什么东西 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罢了 你敢对沈先生不定 我秦少林出身中海世家 乃当今中海世家之手 纵观整个中海 谁不知道我秦少林的地位 他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让我尊敬 陈庆植 我看你就是在包庇 想为祸会场吧 现在 为祸会场的是你 是我 你公然为他站台 承认他手上的七皇帖是真的 不仅想送他上梧桐首座 还望想让我们所有人都接受 试问在场的各位 有谁能允许 这样的祸字横在我们头上的 我中海相家 不接受 中海孟家 不接受 朔州李家 不接受 朔州孙家 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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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是以下犯上 以下犯上的是你 陈庆植 若不是看在四大会长的面子上 若不是因为这里是朔州 你又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带着跳梁小丑 在我面前要不扬威 秦少说的没错 陈庆植 你不过不是真以为 我们拿你没有办法吧 等到四大商会会长秦志 你也没几个 谁都逃不掉 谁说我要逃了 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 你们为之如虎的中海四大商会会长 于我审时面前 只当俯首称臣 好 好一个俯首称臣 小子 记着你今晚说的每一句话 我等着看你 万劫不复 日末以待 此不量力 今晚的你 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担心 娄子捅得太大 一发不可收拾 你害怕了 不是 我说过 如果真有什么挡不下来的滔天祸患 我会和你一起坦然面对 你并不死 今晚不管发生什么 我交完您 都会在你身边 那你就不必担心了 今天晚上 他们谁都动不了咱们 招商会快开始了 留给你的时间 就快到头了 中海四大商会会长到 中海四大商会会长到 这小子的命 也该结束 江婉宁 这一次你做的选择 真是愚蠢至极 中海新少林 恭迎四位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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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事儿吗 周会长 今晚这招标会长 混进来一只不知死活的苍蝇 苍蝇 不错 他就站在那儿 这一场招商会 本该是我世家名流 共争荣光的神会 这一场招商会 苏家器序 却凭卑贱之身 立于场上 四亿妄为 苏家器序 卑贱之身 四亿妄为 没错 他生来下连 没有与我等世家名流 并立场上的资格 所以今天到来 就已经是尊卑不分 以下反胜 哼 好一个尊卑不分 以下反胜 不仅如此 他还伪造金雀云文黑卡 妄图于死 冒充云雀清君 冒充 云雀清君 对 被我等揭穿之后 他又拿出了伪造的七皇帖 还扬言 要登高位之上 做梧桐首座 而陈庆之 非但不加以阻拦 反而助纣为虐 公然为他占台 使他蔑视权卑 海洋言 全场合围 不及他一人之威 此乃罪无可恕 理应当诸 没错 此子 罪无可恕 理应当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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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做得不错 周会长言过了 这些都是应该做的 周会长 我们滚开 滚开 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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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 沈先生 今夜招商会 还请沈先生 登入高位 入梧桐首座 请沈先生 登上高位 入梧桐首座 登登上高位 入梧桐首座 周会长 周会长 冯会长 邱会长 你们 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一切 如你所见 我等 只是在邀沈先生入座 沈先生 他做什么沈 我们中海四大商会形式 需要向你解释吗 沈先生的身份 你有资格质疑吗 周会长 这其中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是 是啊 是啊 他不过是 朔州苏家 一个扫地 那是朔州苏家瞎了抖眼 而你们 也一样 还请沈先生 登入高位 入梧桐首座 那 这厅内高位 梧桐首座 我沈某就受之不公了 沈某就受之不公了 沈某就受之不公了 今天在这会场之上 有谁敢为难沈先生 得罪沈先生 他就是我们中海四大商会的敌人 当赶尽杀绝 周会长 这么做 未免有期有时公运 独断专横了吧 犯谁天生者 理应不出 如此代价 凭什么 他审持凭什么 我等再不济 也是大夏境内 身世显赫 位高权重者 凭什么只是进犯于他们 就要对我们赶尽杀绝 只是进犯于他 小子 就你先前那句 罪无可恕 理应当诛 就足够你中海秦家 灰风烟灭 我不信 周会长 我中海秦家 虽不叠色的大商会 但在我中海 也是万人之上 我背后 有大夏第一世俗 帝京沈家为依靠 而他 凭什么能让我们秦家灰飞烟灭 就算我秦家不及他 难道 我背后的帝京沈家 你也不放在眼里吗 没错 四位会长 我们中海世家 或许尚有不足 但是帝京沈家 纵观整个大夏 有谁 敢不放在眼里 孟向两家 和秦家是至交 来往密切 深知 秦家和沈家的关系 今晚 四位会长若是为了他 为难我等 为难秦家 怕是帝京沈家那边 交代不过去法 你们 未免有点自信过头了吧 拿周会长大可动手试试 灭了我们秦家 到时候 我们就看看 四大商会能不能经得起 帝京沈家的问责 小子 你能得四大商户的拥护 确实有肖章的资本 但要和我秦少林做对手 你还差得远 我背后 有帝京沈家作为依仗 尚可达云雀国际 云雀清军 而你 如果只有四大商会作为支撑 没有任何资格 跟我斗 半死 你知不知道 你在跟谁说话 是谁告诉你 我的倚仗是四大商会了 难道除了四大商会 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强赫倚仗 能和帝京第一世家 沈家共争风拿大 我说过 我自己 便是这场上最大的倚仗 你的意思 只你一人 便可与大厦第一世家 沈家相提并乱 你说得不错 各位可都听见了 他说只凭他一人 就可比我大厦第一世多 狂妄至极 四位会长 今夜知识 看在你们的面子上 我们可以跟他陪 以化解恩怨 但是 要让我等 对他低头道歉 怕是肃难从命 至于赶尽杀绝 更是绝无可能 没错 赔礼可以 但是 像他这种逃亡之徒 低头道歉 赶尽杀绝 更是绝无可能 宣誓 如果你要无杨威的本事 只到这儿了 那在我看来 也不过如此 就连丫人扶手 都尚不够壳 还谈什么与沈家相提并论呢 如果你还有什么手段没有展示 那你大可以拿出来 让我 还有现场名领们看看 没有了四大商会 凭你 还有多大能耐 可以 先前 你已是押我 现在 我已是还你 三分钟之内 让秦家 于中海出名 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 三分钟内 让秦家于中海出名 对 是谁说梦 秦家贵为中海世家之首 家族产业之庞大 远非常人之想象 其实你一句话就能抹出的 三分钟内 让秦家出名 便是四大商会联手 都未必做得到 我们四大商会 的确没有这可能耐 但是 这并不代表 沈先生不行 邱会长 你大可不必为了维护他 说出一些荒诞不羁 有损生威的话来 荒诞不羁 有识生威 那是你还没有看清楚 你此面的沈先生 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 不错 沈先生若想让秦家于中海出名 三分钟 足矣 那我倒想问问 各位会长 究竟是为什么 会让你们觉得 他除我秦家 轻而易举 因为 你引以为傲的 帝京沈家 正是因他而入 你什么意思 秦少林啊 秦少林 你还不明白吗 沈池沈先生 就是帝京沈家的三公子啊 世人是以他的传奇的代称 是他一手扶起了云雀国际 他就是云雀清君 什么 他是沈家三公子 还 还有云雀清君 不可能 他绝对不是沈家三公子 更绝不可能 是云雀清君 怎么了 少林 不好了 帝京沈家和全国际突然联合放弹 我们全家马上就要破产了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没有什么不可能 秦少林 你能以清君并列于此 已经是你毕生的大军了 你是借了谁的狗胆 居然敢三番五次的冒犯清君 不可能 他别人 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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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已经摆在你面前了 就算你否认 有意义吗 来人 把秦少林带回去 送回秦家 告诉秦家家主 今夜秦家 是因为秦少林而被灭掉的 秦家家主自行发落 是云圈清君 他怎么可能是云圈清君 我不接受 他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是云圈清君 他不是云圈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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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我 他是不是云圈清君 说呀 说呀 他是不是云圈清君 他不是对不对 他不是云圈清君 你们都想错了 他不是云圈清君 他不是云圈清君 接下来 该你们了 秦 秦 秦军 我 我们本无意冒犯您哪 是啊是啊 今晚这事 都是误会 都是误会 好了 我呢 也没有什么兴趣听你们解释 今天晚上我只给你们一次机会 三日内 清算你们两家所有资产 基数转移到军上名下 如若做得到 你们上课有一条活路 如若做不到 就同秦家一起中海出名吧 还请秦军放心 我们中海乡家一定做到 中海孟家一定会做到 秦军愿给军委 我都敢进不进 敢进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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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至于你们 今天晚上我就不做追究了 但若日后再犯 我定会一一清算 谢谢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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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已至此 这场招商会也没必要继续了 老周 差人把合同和订单送往军上 是 咱们也该走了 谢谢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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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泽 还是没信吗 伯母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四大商会对你们苏家如此的排斥 连我爸都出面了 也没有任何办法 看来今天的招商会 注定和你们苏家无缘了 看来今天的招商会 注定和你们苏家无缘了 怎么会这样 都是那个白眼狼是惹的祸 现在 合作合作没了 订单订单没了 连这招商会的大人物 我们都没得见 我们这是遭了什么孽啊 遇到了慎持这个灾心 气死了 徐少 那 我们苏家之后的地位 岂不是要一落千丈了 别担心 清宵宴才是重头戏 清宵宴 对 明日 我许家寿 帝京沈家之拓 在天书庄园举办清宵宴 届时 帝京士族齐志 沈家三公子 云雀清君也会献审 云雀清君 清宵宴 那我们苏家能去吗 当然可以了 这清宵宴是在我们许家的庄园举办的 好好好 那两天后 就不麻烦云泽 多帮帮我们苏家啊 哥母 您放心 我许云泽不是审时那个废 明日清宵宴 我必祝你们苏家重回巅峰 看你这话说的 他一个白眼儿郎 怎么和你徐少相提并论呢 好 清宵 谢谢 快谢谢 谢谢了 清宵 我们之间就不要这么客气了 现在天色已晚 我赶紧安排车送你们回去 咱明天再见 好 你 真的是渔雪青春 嗯 你刚刚不是都看到了 可是 之前递经的那 我知道 你现在心中很多疑惑 但是这件事情吧 太过 复杂 我也没有办法现在向你解释 这样 等明天清宵宴结束之后 我专门抽时间 一一解答你心中的观光 好 那我就 静候清宵佳音了 清宵宴上见 清宵宴上见 好 怎么了 清宵 地境之变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那个丫头呢 什么状态 林小姐离开了 离开了 是的 但临行前 林小姐给您留了一样东西 说是要您返回地境后 亲自去她的保险箱里去 您看 要不要带回朔州 不用了 那个丫头古丁精怪的 谁知道她留下什么恶毒剧啊 先抱着吧 好的 那我就尽快返回朔州了 小姐 您的父亲家主大人 她今晚到海城了 真是 真是 你好请问你是沈氏先生吗 是啊 你们是 我们老板要见你们 走吧 主人 人带到了 好 下去吧 你就是沈氏 是我 请问您是 中海江家家者 江克星 宛宁的父亲 宛宁不是你该用的成本 江伯父 您这是什么意思 你看到外面 看到什么 灯火通明 车水马龙 高楼入云 纸醉金迷 这里 就是朔州最繁盛的夜景 可叫之中海 却是天地之别 每当我凝视中海夜景的时候 都不禁感慨自己的渺小 我江家虽贵为中海世家 却仍不算是顶层 所以 我惭愧啊 没有让我的妻子和女儿 站在中海最繁盛最高处 你认为 想赢 值得拥有这份繁盛吗 当然 你呢 你能给的什么 江家主 您想表达什么 我知道你近期和我们家婉宁走得很近 但你配不上我江可行的女儿 那谁能配得上 秦少林吗 难道不是吗 您展开说说 秦家乃中海首富 少林更是秦家的佼佼者 心性沉稳 能力卓人 现在更是能独当一面 厉害厉害 婉宁若是嫁给他 立刻便能在中海的顶层 有一席之地 更是能够陪着少林 一起站在中海的最高处 享尽殊荣 受尽艳羡 而这些少林能够轻而易举 给婉宁的东西 恐怕你终极一事 也无法达到 你 必定是婉宁的拖累 您怎么知道他秦少林能给的 我就给你 因为你是苏家气趣 陆路无闻 一事不成 只能脱逃在最底层 连仰望少林的资格都没有 你错了江家主 是他秦少林没有仰望我的资格 况且过了今夜 中海将再无勤家 大言不惭 你以为你是谁 你只不过就是一个上门吃晚饭 竟敢在这儿淡放厥词 又是哪来了本事 敢许我小营一事封过 我看你 你简直就是 屈不可及 陆伯父 与你而言 中海便已是附属之地 几身世家顶层 已是你毕生追求 可你又怎会知道 这些对我来说 脱手可得 毫无疑 这就是我许家的天苏庄园 这里就是天苏庄园 是啊爷爷 今天这里啊 可谓是万众注目灌溉云集 怎么样可要赶快下去了 不然一会儿 靠里边的位置都被坐满了 这个不用担心 我已经安排好了 天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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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 moved fun 那边是给出身中海 名流世家准备的 咱们硕州 至今没有人可以坐在那儿 沈迟 沈迟 他怎么在这儿 而且那边 不是只有中海和帝京的士族豪门才能坐的位置吗 啊 沈迟 沈迟 你敢擅闯这清宵宴 你当真不怕死吗 擅闯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擅闯 不是擅闯是什么 这清宵宴是你有资格进来 你有资格落座的吗 你这害我们宋家的滑眼了 竟敢还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害你苏家 你先前不是说苏家没了我 会变得更加兴盛吗 啊 所以你离开了苏家就四处惹是生非 给我苏家抹黑 是吧 沈迟 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 就算我们已婚了 你也不用这么恶毒地报复苏家吧 说不定呀 他今天就是故意来的清宵宴捣乱 想要破坏我苏家一飞冲天的机会 混账 苏家养了你五年 你就这么回报 苏家养了你五年 你就这么回报 哎 脏水别往我身上泼 你们苏家能有今日是咎由自取 我还犯不着为了牵连你们苏家 而去惹事生非 别装了 你以为我们大家都看不透你那颗卑劣的心吗 我劝你啊 实相的话 赶紧把你当初抢走的那些兽礼都交出 说不定呀 我们念及往日的旧情 还能让许少 帮忙向沈家求个情 抱我们一条活路 跟沈家求情 他许云泽还没那么大的脸 至于那些兽礼 我说过 是你们苏家不配 与其关心这些 你们还不如好好想一想自己还有什么后路 以免土崩瓦解之时 毫无对策 哈哈哈哈 捉摸作样 我告诉你 哈哈 许少 可是认识人家 沈家三公子 云雀清君 有了他 我们苏家 来到大兴 都现在了 你还信他的话呀 你说我什么意思 你心知肚明 你不就是想说 许少在说谎吗 你以为我们会相信吗 我看你啊 就是记住许少 所以才故意抹黑 没错 人家许少 给我们苏家的多少 你又给了多少 你也可以在那说许少的胡适 这五年我给你们苏家的 就是他许家倾家荡产 也妖不可及 够了甚至 都到现在 你还这么自以为是 好了许少 别和他废话 来人 给我把他们俩拖出去 住手 还不过退下 慢着 沈总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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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什么意思 这小子擅闯清宵宴 我当然是要把他轰出去 沈总 我看你好像要保他呀 这位先生本来就是清宵宴的来宾 来宾 他配吗 陈静芝啊 我不管他给你多少好处 敢让你这个时候跳出来保他 你当真不把这些沈家动怒吗 陈静芝我告诉你 今天是在我许家的天书庄前 我就是要把他赶出去 再往老子来也保不住他 你赶 你看我赶不赶 动手 中海四大商会到 四大会长都到了 清宵宴马上开始 难道你还要继续动手吗 好 赵子 今天算你运气好 等会沈家到了 我看你怎么死了 师父一蛋 沈池 这个地方你不该 这个位置你也不该坐 你还这么理直气壮 你知不知道你坐了这个位置 会有什么后果 不好意思 这清宵宴就是为我而办 而这个位置 亦是为我而设 至于坐在这里会有什么后果 就不劳烦苏总飞行吧 你还真是无药可救 姐 既然他都这么说了 你还管他干嘛 让他自生自灭吧 走 咱们回去 你太让我们失望了 我们终究不是一个女孩 有地方 已经告 полез了 想 yesterday 不 bzw 我懂你 这这个地方 一個人是肯定吗 来 此次 地经沈家和云雀国迹 特此在硕州设清宵宴的目的 大家已经都很清楚了 大家齐聚于此 就是为了一睹云雀清君沈家三公子的尊荣 我在这不多耽误大家时间了 有请清君 云雀清君马上就要现身了 你们好好盯着啊 那是谁 清君吗 不知道 哦看起来是苏家的期许吧 这怎么站起来的是他 这怎么站起来的是他 这个废物 不会想在这种场合下再冒充一次云雀清君吧 他这是找死的 幸好我们苏家与他划清了戒业 苏子今日必被连累 还是苏老爷子没有水 这个沈迟 他可在这个时候站起来 他不孝命 我建议可能是有水 我给你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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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尝试 你尝了吗 这里是清箱也不是苏家 小子爱 这不是你肆意万为的场所 赶快坐下 江家主 我 你到底要怎么样 你能不能不要再做你的白日梦 你跟云雀清清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 你到底要怎么样 杜小姐 让开 让开 我救过你了 是你 一心求死 中海周济森 恭请沈先生登台 中海周济森 恭请沈先生登台 中海郑云亭 恭请沈先生登台 中海沈真澜 恭请沈先生登台 中海邱恒川 恭请沈先生登台 云雀国际首席执行官 楚明 恭请 清军登台 恭请 清军登台 世界 enroll embodiments 给神社 walking 海外 清军 他是清军 他 是什么可能 怎么可能 那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是 云雀清军呢 这 所以 你真的是停静二 是 那你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为什么 我告诉过你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为什么 我告诉过你 而你 没有相信 哪怕她说着漏洞百出的谎话 自称与我相识得我侵耻 但是 你依旧深信不疑 你我之间 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我是谁 苏清月 你我早已恩断义绝 在乎瓜葛 从今往后 请你不要再纠缠我 清 清 清月 清月 孙女侠 苏崇燕 现在 你们还觉得苏家没了我会更加兴盛吗 完了完了 我们苏家完了 这些特案 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许云泽 现在 你还敢自称与我相识吗 现在 你还敢自称与我相识吗 现在 我选择 三番五次冒犯她 我许家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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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记得昨天晚上你同我讲过的话吗 现在 你还觉得是我不如秦少林 是我鱼不可及吗 是我 是我 是我错了 我 江小姐 可否同我一起 乐意至极 我 清 清月 妈 我后悔了 我后悔了 哈哈哈哈 我超悔了 我想 我们以后相处的时间还有很长 关于你想知道的一切的一切 我以后慢慢讲给你听 那 沈先生可不要遭到不耐烦了 当然 我沈时 乐意不耐烦了 敬 清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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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